评书评论 评说春秋 我们接着说楚国 楚国王继位后的国际形势严峻复杂 要说清楚这个问题 我们必须先谈谈晋国 因为晋国是当时唯一能压制楚国的国家 晋国的变化直接影响到楚国的变化 同样 楚国的变化也会影响到晋国 陈仆之战以后 晋国的霸权如日中天 中原的局势也有晋国掌握 形成了陈仆之战战后 诸乎天下的格局 没有国家对付得了晋国 因此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动得了这个格局 但人质的社会 人很重要 确切的说是国君很重要 所以经常有这样的事 当一个国君在的时候 国家就强盛 国际威望就高 而这个国君不在了 一切或许就烟消云散了 齐国就是这样 齐桓公一死 一切都没有了 秦国好像也是这样 秦木公一走 秦国又一夜回到了解放前 晋国则好多了 为什么呢 因为晋国虽然晋红公死了 但晋国是一个团队 他的团队成员 那些老臣还在 而继位的晋香公 与这些老臣们搭档配合 也很默契 因此 晋国的霸权得以延续 但是晋香公看来身体也不好 在此我们不由的感慨 身体真的是革命的本钱 身体不好是很无事的 晋香公在位仅七年就病逝 还不如他一直逃亡在外 大气晚成的父亲 晋香公一走就要换国君 晋香公有夫人 夫人也有儿子 不像齐桓公 只有如夫人有儿子 因此 嫡长子继承 这本来不是问题 但晋香公的太子也是有问题的 这个问题就是太子的年龄太小了 还没有长成熟 晋国已经掌握了霸权 从晋国的霸权考虑 为了保证晋国的霸权可持续发展 最好选一个年纪大的人做国君 但是从国君血统的 纯正出发 则又必须立笛子 于是就出问题了 关于国君继承的问题 这个本来不成问题的问题 就开始争论了 从晋国国家的利益和霸权的角度来看 立一个年长的国君是正确的 但是周朝激姓军卫的继承 不是这个玩法 必须是立子以贵不以掌 立笛以掌不以贤 晋国的太子就是个小孩子 要立个年纪大的 立七一世的晋香公的弟弟 国君的血统就拐弯了 这一拐弯 拐到谁那儿就没有定数了 而且晋香公也不知一个弟弟 立年长的国君 立谁不立谁也是容易产生争论的 于是围绕国君的继承问题 晋国开始内耗了 这是楚国最喜欢看到的事了 围绕国君的继承问题 晋国高层产生了三种意见 这三种意见背后有三个势力 三个势力也因为三种意见 开始较量 第一种意见 以巡灵府为代表 他认为应当守规矩 按牌里出牌 立晋香公的太子 第二种意见以赵顿为代表 赵顿是三军统帅 这个时候实际上已经掌控了晋国的国阵 因此 他的意见自然是大多数人的意见 赵顿在会上提出 乱世当立长军 太子已搞年幼 不能理政 不如拥立相公的弟弟公子庸 理由 一 公子庸深受晋文公的喜爱 理由二 公子庸有才学 理由三 他在秦国也是官居大夫 立他的话 晋国的霸业可以得到延续 公子庸是晋文公的庶子 晋香公的弟弟 从威系晋国霸权的角度来说 赵顿的观点是正确的 是有政治远见的 但是 有人不同意 这就是第三种意见 他的代表是赵顿的副手 中军佐 甲继 甲继是胡衍的儿子 晋文公的表弟 晋文公继位以后 封胡舍姑到甲继 所以胡舍姑也叫甲继 这甲继认为呢 既然太子不能继位 那么就应当选一个更合适的人 他认为公子月更合适 他说 应当立公子月 他的母亲被晋怀公 以文公所宠爱 我们立他的儿子 晋国人 依然拥护他 公子月的母亲 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 秦木公 送给晋文公的几个 秦国女儿中的一个 先嫁给晋惠公的太子宇 然后又嫁给太子宇的 婆妇崇尔 晋文公 有人认为呢 他就是先前提到的怀银 后来的文银 但这里却称陈颖 根据这个称呼 和下面赵顿的一段话 我以为呢 他可能不是文银 而是文银之外的 其他几个 秦国女子中的一个 听到假计 要立陈英的儿子 赵顿马上反对说 第一 陈英名位不高 地位卑贱 在晋文公的内人中 排名第九 这样的人 他的儿子 能有什么威望呢 第二 陈英名声不正 一个妇人 侍奉过两代国君 淫妇一个 立他的儿子 名不正 言不顺 第三 作为先君的公子 公子月不能得到 大国的庇护 而待在陈国 这样一个小国 说明他很没出息 母亲淫荡 儿子没出息 就没有威望 陈国又小 又远离我们 有事情又不能得到援助 怎么能巩固地位呢 公子用的母亲 杜启呢 则不一样 人家因为 晋相公当了国君 主动让 逼及 晋相公的生母 排名在自己的前面 因为敌人是我们的强龄 就让 纪委 也排在自己前面 就这 人家在文公的内宫 还是排名第四 因为杜启的谦让 晋文公就喜欢他的儿子 让公子用到 秦国去做官 当了雅清 秦国强大 而且又离我们很近 足以成为外援 母亲声名大义 儿子受到宠爱 足以在老百姓中 树立从高的威信 离他 不是很合适吗 陈寅 未必如赵顿所说的那样低贱 他活着 或者晋文公活着的时候 我想赵顿是不敢这么说的 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 抹黑别人是不地道的 但这却是政客的习惯 我们自然也就见怪不怪了 但从可行性来讲 赵顿说的也有道理 公子月在陈国做官 让他继位当然有利于陈国的关系 但陈国是个小国 不能给晋国多少帮助 而他选的继承人公子庸 则在秦国做官 秦国是一个大国强国 让公子庸继位既能与秦国搞好关系 又能得到秦国的帮助 于是赵顿就派人到秦国 去迎接公子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